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中韩建交第二十二周年 二十年来中韩两国人民互相交流 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在经济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包括在座各位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天我们趁着中韩文化交流的航船 一同来到了我们原来通过电视荧幕所了解到的大韩民国 一来到秀丽的首尔 我想大家都有一种感觉 能够感觉到这里江山如画 当然大家也有所感受 那就是我们来到韩国以后 虽然已经是初冬 但是看到的都是灿烂的笑容 看到的是我们心中明媚的阳光 大家说是还是不是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的盛典即将开始 首先呢请允许我们向大家介绍 今天参加我们盛典的 中国跟韩国的各位领导和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韩方的领导和来宾 大韩民国特殊警户协会 名誉总裁 韩中文化交流组委会主席 大韩民国柳言财团理事长 总统特使朴景林 大韩民国特殊警户协会主席 李世昌 大韩民国国会新国家党国会议员 常任全国委员李威成 李世昌 大韩民国国会新国家党国会议员 常任全国委员 全人子 全人子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议会副議长 金永奎 大韩民国国会议会副議長 大韩民国国会議長 李世昌 大韩民国体育委員長 金永주 金永주 大韩民国国会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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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永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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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韩民国国家党国会議長 如此的社会 大家掌声 鼓励 下面 为您介绍 中方 领导 和嘉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 駐大韩民国总领事 董敏捷 欢迎总领事的到来 欢迎您 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大韩民国副总领事 武艺 欢迎五一 副总领事 欢迎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健协会 理事长 卫生部员 副部长 张凤娄 欢迎江先生 欢迎您的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健协会 副秘书长 王忠 欢迎王先生 的到来 欢迎您 中国保健协会 常务理事 山东省 保健科技协会 副理事长 山东科尔 生物医药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胜田 欢迎王总 市长的到来 欢迎您 国际知名养生专家 韩国六部健康法则 创始人 韩国极东制药 诸事会社 会长 郭彦军先生 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格寡堂研究中心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保健协会 专家委员会委员 玉欣 韩国 纽知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社长 全震赫 韩国纽知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理事 全纯9 山东科尔 生物医药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贺胜春 当然 还有现场 三千位 文化交流史节 韩国的朋友 华人华侨 游学生代表 韩中等国 新闻媒体 各界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欢迎你们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在 2014 中韩文化艺术交流 盛典 正式 开幕 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 大韩民国 国会 新国家党 国会议员 常任 全国委员 李世昌 致 欢迎 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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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两国 文化 历史的交流 远远流畅 历史 悠久 中国的文化 最近韓国的电视剧电影和音乐给中国带去的韩流之风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韩流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 韩国的 다양한文化コンテンツが中国的大利益を得到 韩国各种各样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受到很高的推崇 最近中国에서 많은 분들이韩国を 방문하고 있습니다 随着中韩两国文化的交流 最近访韩的人数访韩的中国游客也一日趋增 今天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各位 也是带着中国人中国人的热情和文化的感动来到了韩国 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 韩国和中国的古文化を展示する这些座席を通过 少し少し多韩国を近い国、親切な国、 柔らかい国と存在的国を記憶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真心的希望通过今天2014中韩文化交流的聖典 让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心心相应成为永远的朋友 韩国的深境大韩文化交流的情侵, 更多的社会、更多的旧交流的未来 中韩的空中昩的感想 期待を迎接生 新的努力 再次祝贺 今天的演出顺利成功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向他表达感谢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远亲不如近邻 好邻居今不患 中韩两国 友谊是源源流畅 我们两个国家 有着几千年的交流史 我们文化相通 血脉相连 我们共同经历过风雨 又共同迎接 胜利的曙光 如今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 中韩两国 新手相牵 紧密相连 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加上一些中国式的欢呼声 有请 大韩民国特殊警户协会 名誉总裁 大韩民国 有言财团领事长 韩中文化交流 组委会主席 大韩民国总统特使 谭晋民队 国特殊宏连 孟统特殊 以所有想要能持有希望的22世上 韩州和韩国有未曾有一个人的歷史 以今的艺术方面,我们将将有观世的幸福时 这一切的患者和韩州的新领域 国民的领域和新的观点 在我们全人类共同期待的充满希望的21世纪正在朝着我们一直走来 一直陪伴着历史悠久和传播和平与幸福的21世纪里 在加深韩中人民的感情以期待实现更美好的21世纪 所谓说东方精神西方物质 现在我们亚洲也成为开创世界金属文明的沃土 自古以来韩中两国都推崇孟子的人民理与实现造福的理念 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认重道远 谢谢 很大可恥的人物在前面的精神文化中心文化流入了一段的中文化 很高興希望能夠再次上升 以來中國的恐夢主教文化給韓國人民帶去了很多精神文明的影響 謝謝 谢谢 과거 우리 통일신라는 바로 단나라와 신라가 손을 잡고 라당연합군으로서 천년의 왕국을 이루게 되었던 것입니다 또 조명연합이라고 해서 조선과 명나라가 함께 손을 잡고 우리의 어려웠던 그 시기를 위기를 극복한 예가 있습니다 아버지께서는 위대한 민족은 과거의 영광이나 지금의 이익에만 집착하지 않고 시대적 사명을 깨닫고 이를 묵묵히 실천하는 민족이라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표진진 룡회장의 부친 생선에 말씀하셨던 이 말 위대한 사람만이 위대한 사람을 알아보고 진실한 사람만이 진실한 사람을 알아본다고 하였습니다 오늘 우리가 함께 펼치는 이 공연을 이제 우리 양국민이 진실되게 한마음되어서 김필포 세계 평화는 동양에서 시작될 수 있음을 알리는 신호탄이 되고 또 풍파래로 전 세계에 울려 퍼지기를 바랍니다 与此 동시 希望 통과这次活动为切지 배양 중한两国各种的文化艺术人才 그 산동성 그 이완 회사를 맡고 계신 왕성정 회장님 그리고 중국 보건협회의 장봉루 회장님 그리고 또 김명춘 대표님 김명춘 대표님 또 김연아 당장님께 뜨거운 감사를 드립니다 그리고 또 우리 한국 측에서 이 행사를 위해서 많이 고생을 해 주신 이세창 상임 전국 의원님을 비롯한 오늘 일요일인데도 불구하고 많이 참석해 주신 새누리당의 당직자 여러분들께도 머리 숙여 감사드리며 또 조성자 제가 존경하는 평소 조성자 목사님을 비롯한 한유 문화예술단 김교 보경 단장님께도 본 행사를 위해서 수고를 아기신 말을 정말 깊이 감사드립니다 한유 문화예술단 김교 보경 단장님 그리고 이번 행사를 정말 어렵게 준비해 주신 한중 관계자 여러분께도 대한민국 국민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다시 한번 우져버린 따뜻한 감사를 드립니다 그리고 오늘 출연하신 많은 공연자 여러분께도 늘 건승하시기를 바라면서 오늘 마음껏 기량을 발휘해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再一次感谢为了今天的公演 不辞劳苦发展韩流文化真心的 幕后的贵工作者各位演员 以及远道而来的我们三千多名 中国的中国中国友好的使者 再一次欢迎你们 谢谢你们